主席,因為有拿擺帳稍微公農一下 我也是在地的里長 我要講的第一個就是說 市政府很不尊重民意 連那個210.400公營出來1500戶 102年底辦了一個工展 103年1月辦了一個縮林會 完全里長都不知道 我怎麼去協助市政府來推動呢 當初在開發案的時候 我要跟主席報告一下 我的時間有一個少得權 剛才那個司儀忘記講了 我有兩個人代表發言 那個當初開發案的時候 我們也想說盡量來照顧弱勢 我們也接受了 那接受了有我們這麼善良的人 市政府就是幾乎善良 你們已經照顧六百戶了 我又跟你這樣變成1500戶 市政府就是這樣在蠻幹 所以市政府很可惡 他說有部分人在反 也支持這個供應宅 大概是他在講講謊話 我們是堅決反對 我們已經陪伴了這個 葡德平宅跟廣子50年 還不夠善良嗎 那你們現在也不遵用名義 最後跟主席報告 2月27號我們開了都市計畫的大會以後 他3月3號就來了 就打電話 那個突發急著少哥來打電話 我們3月7號來辦溝通 你把都市計畫的委員 都化當作謊癖 他說裡面要一個模型啊 網整庭庫啊 他們都沒有 市政府在這樣在搞我們的老百姓 難怪會變成那個福茂 有這個事情 我們這很善良 一直都是希望按照正常的體制 跟你們在陳情 3月27號 他根本就在說服 他不是在溝通的 我們大人體集體撤退 不曉得他有沒有跟你報告 如果他沒有報告 他又跟你肚子了 所以都市計畫委員 你們是德高萬眾的 新教授、張教授 你們都是德高萬眾 要主持這個土地的居住正義 第一目就開發 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 他那個 在他的管理不善 在平宅的時候 你可以去問 老人死在裡面也不知道 即使都要在老人死在裡面 那2月27號 2月27號開完會以後 他社會局也在 副機場在這邊 他連那個學生租電影 在我們辦告別事 他都不知道 所以社會局可以換 對不對 而且那個 辦告別事就辦個六天 那他是要把我們 平宅那邊當作第三殯儀館嗎 是不是 所以這些的官員 拿老百姓的錢 都不聽老百姓的聲音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抵造胡茂的模式 堅決走上街頭看著 我們一直相信 委員 你們在學教界的分量 所以我們還是一直保持著這個希望 另外你們看看 你看我們只有來 委員我很欺騙你 你來現場看了兩個小時 那其他委員有沒有一起來看 那在做這個決策的人 好市長 他在也沒有來看 保金段他有親自說明 為什麼他不親自說明 因為連續兩次的在市政府抗議 報紙抗得那麼大 好市長還是不出來 說話不算話 這樣的市長還可以選總統嗎 你們的杜花局或是你們市政府的 你們拿出你的良心 你們的建設到底是為一個好市長 還是為一個福德地區 這個十萬的民眾的福祉 人家會說五十年後 你們這些都市計畫委員 杜花局市政府來搞什麼東西 我們還是寄予後望 另外一個 我們堅決是地密度開發 那另外一個 我們反對他黑箱作業 市政府要這樣一直黑箱 蠻幹硬幹的話 我們無為何就走上街頭 在第二個福茂的方法 另外一個 我們這個綠地 也請委員看一下 這個項弄都是非常老舊 這一份拿給我 這個招請看一下 對 我還要看 還有一個名額發言 再兩分鐘 我是兩額發言 另外一個就是 這個項弄是非常老舊的 那你這個社會 硬要把它插上這個 這個供應住宅的話 你的消防呢 人口的存在呢 他們真的是很混 都用八連結的資料 他們比那個李祖元建築書還不如 這一份也提供給那個 招員看一看 市政府要有決心 做得比開發公司好 而不是在一個 用文字遊戲 真的現在的工人 真的是不作為 或者是混到 你可以看看 中坡里 大道里 跟大人里 加起來有一萬五千人 他們只有一個 小型的林里公園 那現在我們的利地 就在這邊 廣執幾乎 占我們大人里的五分之一 那五分之一裡面 要塞進一個里的人口 他們的 他們突發級的人 跟社會級的人 到底是在 在幹什麼事情 你怎麼有科學的數據 來說服我們 對不對 他一直在舉大龍洞 我說大龍洞的主先在哪裡 他也不知道 大龍洞的主先就是 偉大龍聖的同安人 連當地的地方的人 都不尊重了 你在規劃什麼 那請你 參考一下 中坡里 大道里 跟大連 加起來就 要一萬五千人 又多塞了四千人 那 綠地在哪裡 對不對 他們只有一個小小的 林里公園 你總是要 你不是三二七 一直來 說服我們 所以 我希望 社會局的人 跟多發局的人 市政府的人 你媽 出你們的事業良心 台北市有這麼好的綠地 靠近四座山 我們整個天然環境 比101還好 你要對得起啊 難怪我們台北市政府 人家對老百姓 對你們 沒信心 而且 一直落後 一個 一個建設 落後了 十幾年還搞不好 好市長七年都搞不好 為什麼他急著這個九個月 一個有當當的市長 應該留在 下一任的市長來規劃 你可以規劃 你 那這樣是有當當的市長 這樣中華民國才有福氣啊 如果這個中華民國才有福氣啊 如果這個中華民國才有福氣啊 老百姓 還不是變得更慘啊 謝謝 我們堅決反對大公益出台 我們已經照顧了50年了 還要這樣硬趕 謝謝